大家好,今天煮蓮藕綠豆素湯 天氣太熱了,要煮一下這個湯 消暑去濕,順便清熱解毒一下 綠豆,微甘,盛寒 可以清熱消暑 利尿消腫,潤喉止渴,明目降壓 赤小豆,微甘,酸,盛平 可以利水除濕,和血排龍,消腫解毒 花豆,又叫做荷包豆 微甘,盛平 可以去濕,去水腫,弱氣,調理腸胃消化 將三種豆洗乾淨 有時間可以浸水浸半小時 縮短煮時間 煮熟的蓮藕,盛溫,微甘 可以抑胃健脾,養血保益 將蓮藕洗乾淨,切頭尾,然後削皮 削皮,可以用刀子刮走皮 或者用刨皮刀 將它切快 切快的時候,看清楚裡面 有沒有泥沙或其他髒東西 有的話,就要洗乾淨 切完蓮藕之後,用水浸著它 防止氧化變黑 紅蘿蔔,微甘,盛平 可以益乾明目,劍皮化製 洗乾淨紅蘿蔔,劈皮,去頭,切塊 將所有材料放入壓力鍋裡 加水 大火煮至另一條壓力鍋 轉小火,煮10分鐘 關火解壓 解壓後,開蓋 用大火煮多5分鐘 加些鹽,調味 這個湯可以熱飲 亦可以凍飲 如果不是即日飲 是放在冰箱隔日飲 建議煮的時候 多加點水 否則,第二天就會變成綠豆沙 在冰箱隔 多加點水 大火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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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火煮